留在本空半星之间 我们黄鸟还有明天 黄鸟保留一点时间 好让天主感觉永远 他是校长谭永宁 我无畏留你 因为所有爱求人有飘零 浮游浮熄绕如浮瓶 时光到回 八零年代中期是谭永宁的时代 每年都会在鸿坎体育场举行演唱会 听众都是学生 也因为这样演唱会就像是学校 同学们都来上课了 谭校长的称呼 一直延续到现在 1993年 四大天王照进最激烈的时候 刘德华得最佳男歌手奖 当场被黎明歌迷踏伐 这时也是谭校长出手 稳住局面 听听校长说死都散 换一换 我跟校长 这艾伦已经认识了三十几年了 那然后分享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经验 我觉得那些经验都是我们一辈子都用不完的 同样也是张水友的贵人 他当时候的心态是怎么样 是怎么去把自己吻下来 去收心的一种静态 非常深奥的歌 也可以看到校长对人生的看法 相当透彻这样子 也和年轻世代的五月天合作 横跨五个时代的谭永林 校长的气势从未消失 仿佛又回到最初香港歌手繁华的那年代 月真 月假 如何本身接见自己 会唱十种的困游 变成的命运有你知的 月知